例如说在这里面 其实它把很多图形分门别类 不管它再怎么分门别类 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说 我们要花时间去找 还不如说我们透过它一个很棒的机制 就是其他图形里面有一个搜寻图形 其他图形里面搜寻图形 例如说我现在我想要搜寻空间这个图形 因为什么叫空间呢 这是不是一个空间 这也是一个空间 或者是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去搜寻一个房间 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做搜寻 所以当我今天输入空间 他就开始帮我去找 举例来说他这边找到很多种不同的空间 像在这个地方假设我要画这样子一个配置 所以我们是不是直接在这个地方呢 要先有一个厨房 然后卧室卧室 不管怎么样它是属于那个长方形的 所以假设我们今天 我是这样建议啦 直接画在它的上面 然后调整好大小 好 搬过来到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种方式是最简单化的 好 接下来呢 第二个房间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来去绘制 然后搬过来到这里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这画好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还必须要去画出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一个门 这样子的一个门 好 等一下我们再来去画 好 所以相对的把这个空间先画好 好 是不是要画到这个地方 然后翻过来 这边还有一个一个 一个 可以吗 那就请你们至少先画到这边 这些浴室什么应该都可以画 好 请你们一起动手来去画吧 利用搜寻图形 找到你所想要的图形 那我们现在去看这边这个卧室呢 它应该是属于不规则 好 多边形 所以我们一样用房间 然后调整一下大小 但是你应该知道说 这边要再画一个三角形 可是你怎么找都找不到三角形嘛 好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做 修改 直接把它 这边有一个群组 取消群组 取消群组它说 这个动作会提供物件的连结 给它的主图形 那接下来 我们取消群组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分别选到 例如说现在只有选到这条线 好 我先还原回去 直接把这一个点搬下来 那相对的 现在选到这条线 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做长一点 什么叫做长一点 什么叫搬下来 我刚刚针对这条线 我只有刻意的 只有选到这个点 怎么选点呢 就是先点到这个地方 然后移动这个红色点 好 有看到 那还有一种就是我点到这个整个 好 直接拖曳 我把这个点稍微拉进来一边 挺好的 因为它粘在一起了 可是重点说 我这四条线呢 最后还是要群组起来 滑鼠右键群组 然后接下来就移过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只是要大概让你知道 这个不规则型怎么化 就是取消群组 所以这边还有一个 自己再练习一下咯 记住只要你取消群组就好了 而且你放心 基本上那个房子的结构 不太会有曲线 对不对 了不起就是那个三角形